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今天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第139课 关于祷告的第五讲 正确祷告的四个原则规则的最后一个 第四个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二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过的 第三卷开始就谈到了在基督里面 承受福分的这个方法 我们谈到了这个圣灵信心重生悔改 圣徒的生活以及称义还有基督徒的自由 然后我们第20章就讲到了祷告 21到24讲简选 25章讲到复活 那么关于祷告的部分 从第2章到第5章 关于祷告的这个内容 第二讲到第5讲 是谈到了正确祷告的四个原则 我们讲到了超越自己的想法 四节到五节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谈到了 恳切地祈求那些我们必要 但是我们却没有的 重点是强调清楚自己所需要的 然后恳切的这个态度 然后第三就讲到了 要撇弃我们所有的自义和骄傲 所依赖的功劳 单单地仰赖神的怜悯 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不配悲惨 但是我们仰望神的怜悯 那今天我们最后一讲就是谈到 在盼望当中恳求 那这个盼望是融合着 包含着悔改和确信的这种盼望 在这种盼望当中恳求 那关于祷告的第4个法则 加尔文牧师做出了这样的定义 整理 尽管我们如此卑微 我们虽然不配卑微 我们真正地在神的面前谦卑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充满信心的祷告 虽然我们很不卑微 很悲惨很卑微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面前 满有信心 充满信心的祷告 并且怀着蒙上帝垂听这种确实的盼望 勇敢的祷告 谈到了祷告 虽然我们很卑微 但是我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姿态 怎么样的态度祷告呢 充满信心的祷告 而且还带着盼望的祷告 信心和盼望 盼望什么呢 盼望上帝垂听这种 上帝一定垂听我 这种非常确定的这种确实的盼望 祷告 所以要祷告 但是要带着确实的 充满信心和盼望的去祷告 读了这个题目 我们就发现第四个 侧重点开始偏后尘了 侧重点 前面一部分我们就像第三 我们讲到了这个 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功劳资格 应该仰望神的怜悯 然后这第四个呢 就开始强调了这个 即便我们这样的卑微 但是不配 但是我们仍然要满有信心的 带着充足的盼望 确信 然后放胆 勇敢的祷告 加尔文牧师提到了 敬前之人祷告所包含的两种情感 或者感情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两种知识和确信 首先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 他必要按照我们的罪去审判 刑罚我们 绝不妥协 第二 同时呢 我们也确信他的恩宠 他对我们的恩典 对我们的爱 所以这两个 知道神是公义的 又确信神的恩宠 因此我们 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 这里面的敬前人 就是指基督徒 敬前人都应该 祷告的时候包含着两种情感 两者看似矛盾 神的审判是追讨罪 神的恩宠是好像又宽容饶恕我们 好像是矛盾的结合 但是却是彼此完美的一个和谐 那带来的两种情感呢 第一个是 就是悔改和信心 是命不可分的 一方面因着神的公义 他要审判罪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要向他悔改 另一方面他是充满对我们的恩赐和怜悯的 所以我们要以信心仰望他的怜悯 所以信心悔改是 和信心他俩不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之前也谈过 没有一种不包含着悔改的信心 广信不悔改 轻忽罪和审判 然后只强调信的 当今教会有这样的很多的异端和 不太健全的 只强调信 然后不提悔改 也不提罪 传福音的时候 你信就行了 轻轻草草的 草草寥寥寥的 葫芦斑片的 连遮带眼的 恐怕伤到对方的自尊心 不敢提我们是罪人 这个事实 不是罪人 连罪都没有意识的话 信又是具有什么意义呢 只有透过信基督 我们罪才能得到赦免 只有透过信基督 我们才能够脱离上帝的定罪愤怒和审判 所以信基督 对不对 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他的时候 要求我们悔改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信福音 所以福音里面包含 罪审判 什么赦罪 信心悔改的部分 所以不能忽略悔改 但是另一方面 有人光强调悔改 不强调信 没有任何一个悔改 不基于信 又不是与信心分开的 所以悔改消极的是 比如说我们转离 重点是悔改 要转离罪恶归向神 对不对 转离转向神 归向神 所以信心和悔改不能分开的 一方面 意识到他的公义的审判 另一方面 意识到他的恩慈 我要投靠他 信靠他 因此呢 第二个两种情感就是 其实都是这样的关系的 然后因着神的审判 公义的审判 我们就感到惧怕 他的威严 他的愤怒 他的审判 所以我们就怕得罪神 惧怕神 他的威严 然后另一方面 我们又充满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恩慈的 我们在他的里面 在基督的里面 被他接纳 被他赦免 被他饶恕 所以我们享受欢喜快乐 救恩之乐 一方面我们又害怕 犯罪得罪之为圣洁的神 所以我们一方面 即使叹息 看到自己的软弱 看到自己的不配 看到自己的过犯 肉体的败坏 忧虑 忧愁 在他的面前自卑 沮丧等等 充满了这样的 因为看到远离他的 距离他的圣洁的标准 相去甚远 所以感到叹息 又愁苦 忧虑 甚等等 甚至对将来一些危险 预见到的 感觉到的 是尚未发生的将来的忧虑 然后同时呢 又充满了对神的这种信赖 虽然有很多事情值得叹息和忧虑 但是我们又信靠他 信靠他的恩宠 信靠他的恩慈 信靠他的信实 坚信他 所以这两种情感呢 在我们里面 有这种同时并存在我们里面 也就是说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 有些基督徒信了基督以后 天天好像看似我们说的 好像傻傻的乐 大家不要以为那种傻傻的乐 就是好事 还有信基督平安喜乐 你仔细观察 他如果没有愁苦忧虑的话 这种傻乐一定有问题 因为正常的基督徒 或者说一个正常的人 不可能总是这一面 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坚信和喜乐 除非他是天使 活在当下的 活在肉体身体当中的人 一定会有这个部分 叹息忧虑惧怕 因为有不完全 因为有挣扎 总是乐的人呢 一定有问题 所以正常的基督徒 是这两种情感 交互的或者是并存的 一方面对一些事情 忧虑和沮丧 同时呢 他又对神 充满了信心和盼望 坚信依赖神 一方面对有些事情 充满了惧怕 另一方面又 在神的里面 享受这种喜乐和安宁 信心和悔改 是并存的 不可封家的 那反过来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只是 懊悔 沮丧 惧怕 贪心 然后没有这样的 信心 艰辛 信靠 喜乐 又不正常了 可能调到律法主义了 或者是撒旦的控告 或者是抑郁忧虑 过于灰暗 沮丧 自责 就不举目 仰望十字架 仰望复活的基督 仰望神的恩典 仰望基督里面 做成的工作 仰望神的信实 恩此了 所以一方面 我们要晓得 他是公英的审判 他的圣洁 他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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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它本身它具有它的性质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 所以为了符合这种性质 我们要持守的这种原则 这种原则和以祷告性质是相应的 因此他就提到了 不要轻率地开口祷告 要跟随或者追随信心的脚步 有的时候我们匆匆忙忙 来到神的面前 有口无心地去说一些套话 或者是习惯用语等等 有口无心地 就嘟嘟嘟说了一大顿 然而却没有这种告白 这种所谓的祷告 并没有照着信心 或者靠着信心 借着信心祷告 当然这信心里面 还包括真理的知识 包括依赖信赖 当然这个知识的基础 就是圣言 神的话 神的应许 神的命令等等 所以我祷告的时候 不能是有口无心 或者是空口无物 说了很多 但是没有神话 以为根基的那样的话 说了很多 神没有应许的话 神没有吩咐的话 不呼呼神旨意的话 不经过大脑的话 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避讳 我们之前也讲到了 那种轻率的来谢慢神 为什么 我们有口无心地 来到神的命天 说了一大痛 不是发自真诚的信心 那就是在亵渎神 把神当作偶像来 可以不走心的 就是说几句话 以为说话本身就能 平息神的愤怒 我们之前不讲了 可以讨神的喜悦 那就是偶像 以为话多了 就蒙神于那 蒙神明于那 说了很多 都不走心的 好像用多和走流量 走这个量来 讨神的喜悦 这都是因为迷信的缘故 或者是有口无心 不是追随知识的信心 我们说不是照着真知识 就是不是照着真信心 而献上祷告 避免这个原则 那基督指示我们 凡你们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祷告 又提到了信心的要素 所以一定要照着信心 按着信心 以信心来祷告 不能轻率的 有口无心的这样的祷告 雅各也有类似的话 他说你们中间 若有缺少智慧 就当求 那后赐百物神 不斥责人的神 主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也不要疑惑 祷告一定要 以信心来祷告 我们若没有信心 就不能得到什么 根据刚才雅各说 那些没有信心 不信 毫不怀疑 那些心怀而异的人 不专心的人 不要想从那得到什么 前面谈到了 凭着信心求 一心求 毫不疑惑 后面说 心怀而异的人 不要想从那得到 所以没有信心 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的 也就是说信心 在祷告祈求当中 何等的重要 简而言之 信心是获得神赐给我们 祷告的一切应许 信心使我们能够获得 神赐给我们的 应许我们的一切 上帝应许我们祷告 成就 我们所祷告的一切 只要凭着信心求 神所应许的 就要赐给我们 所以信心很重要 保罗也明确的主张是 信心是祷告的起源 由信心发出的祷告 由信心产生的祷告 始于信心的祷告 他明确主张 只有那蒙神 借着福音所宣讲 而且明白 并熟悉的 熟悉他的怜悯 和恩慈的人 注意 上帝借着福音宣讲道 然后借着这个宣讲 使我们明白的 又熟悉的 神的怜悯和恩慈 也就是说 上帝借着福音 宣布了 神的怜悯和恩慈 因为福音里面 包含了神的恩典和怜悯 神如何在基督里面 悦纳怜悯我们 爱我们 接纳我们 我们明白了 我们熟悉 这样的人 才能够真诚地求告神 只有透过福音宣讲的 借着福音的宣讲 借着神的道 我们明白 神的怜悯和恩慈的时候 我们才能求告他 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然而人未曾信 怎么能求呢 未曾听 又怎么能信呢 没有传的 又怎么能听呢 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了 所以上帝借着福音宣讲 就是道嘛 听了 信了 明白了 熟悉了 神的怜悯和恩慈 如果宣讲的内容 福音 不是福音 宣讲咒诅和审判的内容的话 我们只能恐惧 想到我们的灭亡 悲惨 神的愤怒和审判 但是福音里面 说到了神在基督里面 悦纳我们这些罪人 只要凭着他的应许 恩慈 怜悯 相信基督 我们就可得设罪 因此我们就 借着这个应许和基督里面的怜悯 我们得以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他的怜悯和恩慈 所以信 求是基于信 而信是由道里面宣讲的 这个神的恩慈和怜悯 所以我们来祷告 很重要的是基于信 信神的怜悯和恩慈 来求告他 不然的话 谁敢跑这个圣洁公义的 愤怒的神面前去求要点什么呢 我们可能唯一的求是 饶我不死 赦免我的罪 对不对 在此之外 先求神的这个赦免 在此之外 我们也不能求什么 给这个给那个 对不对 但是神的恩慈呢 我们却可以 可以坦然的来到他面前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记着福音的宣讲 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恩慈和怜悯 所以我们信这个 于是我们能够向他祷告 信心的起始 信心是祷告的起源 因为听见了 相信了 所以祷告 然而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 遇到了反驳 加尔文牧师说到我们的敌人 那些敌对我们的人 论敌 他们认为信徒 他们认为那些称信徒 应该有完全确信 是荒谬的 什么意思 他们否认这种完全的确信 因此呢 他们说 所有主张信徒 拥有这种完全确信 在神的面前 可以带着充足的信心 完全的信心 去仰望神 祷告神的 都是荒谬的 非常荒谬的 最荒谬的 加尔文反驳呢 人若不确信神的慈爱 就不可能合意的呼求神 你不相信神的慈爱 信有神 信他寻求 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这种慈爱的神 你不相信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正确地在神的面前 献上合意的祷告的 所以 没有确信神的慈爱 是不可能祷告的 只有在祷告中 人才能够明白 这种确信的价值和必要性 什么意思 那些祷告的人 才能够体会到 我们在这种确信的价值 你祷告的时候 你发现你没有确信 你自己就没有底 你祷告也不知道 上帝能不能听你 你自己祷告的也没有力量 你自己祷告也没有底气 没有确信 所以 祷告的人才知道 有确信和没确信 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确信是基于神的话 对神的恩赐的了解 所以这个确信的价值很重要 没有确信的 祷告了也是 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上帝听不听 为什么听 而且这种确信非常必要的 是需要这种确信的 因为只有那些祷告的人 才知道 确信是何等重要和有价值 只有从福音中 明白神的怜悯 并确信这怜悯 是神为他们预备的 为那个 祷告的人 听从福音的祷告的人 预备的 他才能呼求 听了福音 晓得上帝的怜悯和爱 神爱是 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这个爱 这个怜悯 我们确信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 神爱我在基督里爱了我 不是爱我们 是爱我 确实知道神爱我的话 我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放胆的 稍微有点底气的 去求告他 不是吗 所以这种确信的价值 和必要性很重要 但是仇敌呢 却反对这一点 天主教的神学里面 就反对这种 特别是得救的确信 祷告的确信 等等 他们之所以反驳 反对这种祷告确信 是因为主张我们不配 假冒伪善的人 以谦卑和谦逊为借口 注意这是借口 表面好像很谦白 我们不配 骄傲的 藐视 多有意思 加罗牧师用词很犀利的 一方面说他们谦卑 为什么 伪善 假谦卑 实际上却傲慢地 否定神的忽视 藐视神的吩咐 并且 为什么神吩咐了 神教到了 是吧 命令我们坦然无惧 带着充足的信心 结果他们却藐视 我们不能那么确信 明显跟神的吩咐相悖 所以他们是傲慢的 所以其实假谦卑 并且完全不信 神白白的邀请 白白的就恩典的意思 恩慈的邀请我们 事实上他们 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剥夺了我们敬拜神的主要部分 祷告是敬拜神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当我们不确信祷告的时候 就等于废了我们 这个敬拜的非常重要 礼拜神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因此呢 加尔文就反驳他们 你们不是说 我们不配吗 这种假谦卑吗 公然与神的命令相悖 他就从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方面是 谈到神命令我们祷告 这律力本身就定 定了那些违背者的顽梗之罪 为什么 上帝既然命令我们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神命令我们祷告 因此我们要祷告 因此那些主张不确信的祷告 不要带着祷告的确信来祷告的人呢 实际上就是背逆的 顽梗背逆的人 不顺从神的命令吗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当然是带着信心来求告了 对不对 同时呢 此命令 劝戒命令 也带有一个应许 而且是必要的应许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看 祈求 寻找 扣门 这都是命令 同时也带有应许 给你们 寻见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开门 所以那些祷告 按照神的命令去祷告的 就给你们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上帝命令我们 因此我们就祷告 上帝应许我们 因此我们就相信神的应许 带着确信去祷告 所以这就打了他们的脸啊 他们说我们不配 家前辈 公然跟神明确的教导 命令和应许冲突啊 神命令我们当然要祷告 但是又应许我们祷告得到应答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确信呢 分明是他们的顽梗和傲慢啊 藐视神的话是傲慢 顽梗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命令和应许吗 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就列出了很多 关于上帝命令我们的经文 摆在我们面前 这些命令摆在我们面前 去激发我们的确信啊 上帝既然命令我们祷告 我们又有什么惧怕的呢 上帝给我们特权 让我们去祷告 那我们为什么要胆怯不敢祷告呢 或者不信祷告呢 不带着信心祷告呢 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 上帝视我们为他的子民 自己人 养子 属自己的 我们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啊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整个以色列民族 包括教会的神啊 是我的神 是你的神 耶和华是我的神 不是别的神 不管是什么亚伯拉安的神呢 以色列的神 雅各的神 有的时候我们这么祷告 倒可以理解啊 是列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神 别是广是我妈妈的神啊 求你应用我的祷告吧 重要的是我妈妈的神 就是我的神 和你自己有人格的关系 应许是你自己面对这个应许 不是你妈妈替我面对的应许 我们的父母或者祖上替我们 我自己信的神 祂是应许给我的神 所以这种亲密的关系激发我们 可以确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 这里面已经说到了 神是听我们祷告的 所以这些凡有血气的人 就所有人都要来救你啊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神说我必打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这是上帝的命令吗 你遇到患难了吗 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打救你 应许你 祷告我就应允你 因此使我得荣耀嘛 对不对 然后万军之一化 以色列的神呢 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 我必建立你的家世 所以仆人大卫放胆 向你祈祷 为什么能够放胆 向你祈祷呢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 你曾对我说过 你允许我过 告诉我过 我必为你建立家世 这是直接引号 双引号 去引用上帝曾经说的话 第一人承门我嘛 你自己允许的 所以我在你面前放胆 所以圣经支持我们 可以有祷告的确信 勇敢地在神的面前祷告 为什么 不是凭空的 是基于神的 启示神自己的应许和话语 上帝命令我祷告 我们就要祷告 敬畏他的 他必成就他们心愿 你看上帝必 只要你敬畏他 信他 爱他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嘛 这是神自己说的话嘛 应许的嘛 加尔文牧师就解释了 这些命令 这些应许 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命令和应许呢 因为除非补充这些新的燃料 上帝不断地给我们新燃料 不断地给我们命令 不断地用他的命令 吩咐我们 甚至应许激发我们 点燃我们 否则我们的祷告的热忱 就会渐渐地衰退 这就是人性啊 那你说牧师 我们都道都听 变了我信主 十年二十年了 什么道没听过 当然不可能 所有的道都听过 但是大体上核心的都听过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反复地变着样 不断地不同的本文去讲呢 其实就像焦豆芽一样 听了一篇道 暂时好像湿润润的 心里有恩典 过一段时间就忘了 每一次宣讲 赐下新的恩典 同样一篇道 道里面就带着恩典 再次更新我 跳往我 福音 我爱传扬主福音 每当我传的时候 我的灵就得以钢强活嘛 所以传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 又再一次倒角 再一次反思 默想福音 就回想到过去上帝 如何拯救我在罪中悲惨 那个不信主 没有主的时候 那个迷茫彷徨 如今当时主 初次光照我 让我悔改的时候 那个获得赦罪的恩典 从实希望 从实人生的盼望 让我死里复活 那种经历 那种感恩 那种激动 那种幸福喜乐 多么好啊 自己软弱的心灵 又刚强起来 给别人传的时候 自己思想一遍 回顾一遍 又刚强了 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默想 讲道是别人讲给你 但是你在心里面 又重新默想 神的话 是温故而知心 然后恩典就 所以讲道是恩典 蒙恩的一种媒介 或者途径嘛 焦豆芽一样 漏下去好像很多 但是湿润了 每一次 每天够用的那个量 就浸透到那个豆子 那个里面啊 要反复的焦 不断的焦 你说我焦一遍就OK了 过两天 那个豆子就干了 甚至那个包着豆子 那个布也干了 那发不了豆芽了嘛 对不对 还有呢 这里面说到是 像那个燃烧的篝火一样 点燃了十根木柴 在那架着 烧着烧着就要落架了 你要不断的往里加新柴嘛 不断往里加新柴的时候 它会继续的燃烧 新的燃烧的介质进来了 结合氧和燃点到了 它就旺盛的去燃烧起来 所以上帝不断的用它的话 来激励我们 坚定我们 命令 应许 我们才不至于这个祷告的热忱 冷却 退后 渐渐的衰退 在祷告时 我们要默想神 因此我们要 因为这样的本性和特征 祷告有容易懈怠 所以我们要默想神的本性 神的属性 神是谁 也默想祂的话 透过祂的话 启示着祂的属性 透过祂的话 我们知道祂对祷告的旨意 命令 吩咐 应许 我们才有底气 因为神是这样的神 因为神既然这样命令和应许 所以我才有底气 这个不是多余的 绝对不是多余的 我们当效法大卫的榜样 祷告当中引入一些思想 带着更新的活力 能够更重新激励我们萎靡的心 耶和华我的主 你曾经应许仆人 我必建立你的家 所以我在里面 就放一顿祷告 他的放胆祷告 有勇气的祷告 是因为他默想 他知道神应许过他 所以他有勇气 这个跟那个异教徒 狂妄自大的人 胆大万文的来到神的面前 乱讲话乱求的那种人 是完全不同 随着自己虚妄的心意 贪婪 随心所欲的求 是这样的 是因为知道神是这样的 因为知道你的祷告的深度和力度 取决于你对神和他的话的确信和认识 你认识神到什么程度 你晓得神的话到什么程度 你就有多大的勇气和确信 当然这个要默想 因为你的记忆会带话 然后那个对话语的确信的那个度 可能也会弱化 所以要时常默想神的话 让神的话不断 接着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才能够信心有力量 才能够有勇气来不断的祷告 所以加尔文的神学 他特别注重 就是那种实用性 有益性 对教会有益的 这个教义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对教会有益的 你发现他分讲的时候 讲的那些教理或者是真理的时候 讲着讲着 马上就直接谈到我们具体 跟我们实际信仰有关 因此我选基督教要义 原因也是如此 虽然这是一个愚蠢的 从教育学来说 这么长久的一个课本 对于教育学来说 的确是一个失败的教材 但是从基督教来说 我们讲了两千年 这本圣经都没有丢弃 没有换下彻圣经 我们又何必纠结 基督教要义这么薄的书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持续的 好东西要细细的教 慢慢的教 持续的教 然后从中萃取精华 来滋压我们的灵魂 他作为我们 摄取属灵养分的一个 很好的教材 很好的一个 营养的补品工具 除了命令以外 加尔文牧师也 罗列了一些 关于神应许的 这样的经文 他说到 奇怪的是 我们竟然丝毫不为 这些甜蜜的应许 他形容神的应许 是甜蜜的 应许所动 许多人宁愿迷途中 在迷途中徘徊 抛弃活水泉 为自己遭破裂 不能丑水的池子 也不愿意接受 神白白赐予的厚恩 上帝已经赐下应许了 我们欢喜地去接受 这个甘美的应许就好了 借着这个应许的激励 和吸引 鼓舞 我们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 去仰赖他白白的厚恩 想去他白白的厚恩 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这里面 陷入到自己的谜途 宁愿陷入密封 抛弃神的应许 就陷入到自己无知 靠着自己的方法 这里面已经暗设了 之前我们也批判了 天主教什么 忏悔啊 告解啊 赎罪啊 等等 补赎啊之类的 不凭白白的应许 神在基督里应许 能赦罪的应许 又加上自己这个 自己的功劳 自己凿出破裂的池子 自己凿就是自己发明的 对不对 靠着自己的汗力量造出来的 结果是破裂的 为什么 没有办法盛水嘛 这是很悲惨的 两件事情嘛 耶利米说 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第一是离弃了活水泉 这本身就是恶了 本身就是愚蠢的事 离弃井 活水井 泉源 然后去又凿了个池子 而且是破落 不能盛水的池子 双重的啊 愚蠢 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 他就诧异为什么 其实还是批判那些 说我不配这些人啊 天主教的这些主张们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 加尔文末世说到 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很多 我罗列了太多的经文 不想把所有的经文都罗列出来 恐怕这个太啰嗦 只提到一些重要的 好叫我们知道 神是何等恩慈的吸引我们 到他面前 他以他的慈爱 此生爱所吸引我们 应许来吸引我们 之前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说到 我们顺从 上帝赐福给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顺从 本身有什么功德 配得 赏赐 乃是上帝乐意 给那些顺从的人 应许他们这样的祝福 其实就是在激励我们 吸引我们 去顺服啊 还在啊 宝宝乖乖去 去这个便利店 或者楼下的超市 去买酱油 那剩下五 剩下五块钱 买雪糕 喜欢吃的雪糕 高兴坏了 就坏 本来是去买 孩子来说 顺从父母的吩咐 也没什么 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也不是什么功劳 但是父母愿意激励他 吸引他 让他去顺从啊 所以我们 如果忘记这些恩慈的吸引 也就忘记神的应许 忽视这些 如此强力的激励 上帝用应许来激励我们 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激励 结果我们仍然懈怠 懒惰 其实就等于忘恩啊 注意啊 我在这里插一个话 之前我们反思 谈到那些相信预定论的人 或者相信上帝 上帝的保守 圣徒永蒙保守 上帝保守的那个 这样的教义的人 预定和保守 神的保守 神护理 他的百姓使他们不至于跌倒 没有人从我父手中将你们夺去 这个队都是的 然后就躺平了 懒惰了 懈怠了 也不追求了 也不祷告了 也不默想神的话 也不努力聚会了 反正 反正有天国的保障 救恩的保障了 就躺平 就懈怠懒惰吗 完全错 为什么 上帝不只是预定了结局 预定了最终保守你的这个结局 上帝的保守还有手段 上帝也设计了如何产生最终使我们在基督里不至于跌倒的这种果效 我之前就谈到了神又命令 命令我们你们要彼此下爱 你们要饶恕 你们要警醒祷告 你们要悔改等等 你们要警察自己的信心 还有就是警戒是吧 若不悔改我就怎么怎么地 然后应许 你们要什么 忍耐到底的救病如何如何 激励我们对不对 他吸引我们来啊来跟随他 还边测我们快点快点 然后也警戒我们 你不快点我就抽你了 等等 连推带吸引 让我们不至于懈怠 不至于忘恩 所以整全的了解真理 可见你发现这个言外之意 我们里面有 其实我们自己最了解是怎样 祷告 看来好像不需要出力流汗 好像不需要花钱 张嘴就来 好像容易 其实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什么 我们里面有这种懒惰 败坏 特别是里面失去了对神的爱慕 失去了对神的可慕 和爱的时候 祷告就变成枯燥 乏味的这种负担了 所以祷告不是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 它和我们灵魂的状态 精神的状态有关 我们对神爱 我们之前我不跟大家讲过 祷告恢复系列 其中有一点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一般人觉得 哇 这个跟祷告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爱世界了的话 不爱父了 不爱父的人 你让他相互祷告 是不可能的 谈恋爱的时候 刚恋爱的时候 爱得死去回来 不打电话 不包电话 不见面就难受的不得了 聊得也聊到后半夜 结婚了十年 二十年了 当然那种感情和恋爱的时候 那种狂热的又不一样 彼此思念惦记 这个也是有的 然后那个 我说的什么意思 不是否认婚姻里面 没有那种爱了 但是当一个人不爱一个人的话 就出现了 对方的电话 对方的声音 对方来的短信 就变成烦 累赘 这么烦人 为什么老干扰我 老打扰我呢 对不对 爱的时候 他怎么不给我来短信了 等等 对不对 所以就一样 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 里面的问题 所以牧师的责任就是 轮鞭子的人 牧师的责任就是吹号的人 牧师的责任就是拿大锤的人 牧师的责任就是放火的人 不断地放火 点燃你们的火 用神的话 靠着圣灵 然后不断地去用大锤去砸碎 刚硬的心 当然实际砸碎是圣灵的工作 宣讲神的话 是我牧师责任 等等 所以就去用激励 用吸引 用责备 用警戒 用吩咐 用教导 用倩解 去 这个都是上帝透过圣经 又透过传道人的口 去宣讲出来 来达到这种 让教会不断地 保持应该有的警醒和隐情的状态 他就举到了一些具体的经文 应许的经文 他谈到了所罗门 耶和华我们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 便得安稳 这是应许 说到神的名字就是坚固台 所有投靠他的 我们就得以安稳 保障 赢债 堡垒 安石 投靠他的 奔入他的 就得以安稳 约尔书里面说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名的 就必得救 凡 应许吗 求告神明的 就必得救 罗马书一章 十七节也谈到了这个 凡求告主明的 一章里面也谈到了 然后以赛亚也说 他尚未求告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许 上帝自己说的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推听 十篇 九十一篇 十五节说 他们若求告我 我就应许他 他在极难中 我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应许 那关于敬前之人 基督徒的祷告的 应许的经文里面 加如牧师说到 我们应该 毫不胆怯的 也就是放胆的 毫不怀疑的 毫不迟疑犹豫的 祷告 笃心不疑的 放胆的去祷告 就能够得到 那些应许的 所应许的 特别的恩惠 但是 当我们 信滔滔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大胆 这种放胆 是因为神的话 你知道神的话 你才放胆 上帝没应许 你也没有底气 对不对 我们自己经验 告诉我们 上帝没有应许 我们也不知道 上帝能不能 听我祷告 我祷告的 合不合身心 我这样的诚心 能不能感动上帝 但是比起那个 更重要的是 上帝如果应许了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所以放胆 是基于神 信靠神的话 然后称他为父 因为他自己 去救自己 辅救我们 吩咐我们 这可亲的称呼 来称呼他 称他为阿爸父 上帝是上帝 我们怎能称他为父呢 所以犹太人就纳闷 你们这些人 怎么称神为父呢 是吧 是亵渎神 谁能称神是他的父呢 但是在基督里 我们就知道了 对不对 因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被约纳 被收纳为养子 所以称他为父 使我们拥有 坚实根基的来祷告 这种壮胆 都是因为神的话 和邀请 上帝邀请我们 邀请就倾向于应许 命令 应许 因为我们的祷告 不依靠我们自己的功劳 相反我们的祷告 完全全部的价值 和垂听的这个指望 都是依据和信靠 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应许 我们不需要四处 去找任何其他的知识 我们必须确信 虽然我们不及阻长 注意 确信的同时又谦卑 确信是因为神允许 神命令 谦卑什么 我们不及族长 我们不及先知 不及使徒们圣洁 因为意识到我们自己生活的 这种现实当中的不足和软弱和缺陷 我们虽然不如他们 这是一种谦卑 但是我们可以放胆 为什么 因为上帝这么命令我们了 上帝命令我们 所以我们顺从 我们必须以信心顺从 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他的道 我们就与他们一同拥有这个特权 他们就是这些圣洁的族长 先知和使徒们 我们虽然不足 这是谦卑 所以不敢依靠自己的狂妄 是吧 而是谦卑 但是又不自卑 而是勇敢的 为什么 神应许 神命令了 所以我们与他拥有这样的特权 因此我们一方面谦卑 另一方面又带着放胆 来到神的面前去向他祷告 不是依靠自己 不是依靠别的 是依靠神的话和神的应许 背后是他的恩赐和信实 那神宣告说 他吹听并喜悦所有人的祷告 就鼓励那些最可怜的人 既然他说他悦纳所有人的祷告 那就包含那些可怜的人 我这么可怜 我怎么配呢 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 这些人就大受鼓舞 有勇气 既然我这样的人 上帝竟然应许我 祷告也能听我 原来我这样不配 但是上帝却应许了 因此我相信神的应许 仰望他的信实和怜悯 就盼望从他那里 得照所求的这个成就 应答 所有的祷告绝不至于 上帝不会弃绝于应许之外 我们应该真诚的谦卑和信心 不用那种假冒为善 骗人的祷告 亵渎神的名 我们最怜悯 蛮有怜悯的 最恩慈的父 不仅鼓励我们 而且以各种方法 催逼人来到他的面前 他不会拒绝这样 来到他面前的人 鼓励还有催逼 我刚才已经说了 吸引我们 召唤我们 然后还有鞭策我们 催逼我们 命令 警戒 劝勉 应许 那不幸的 在患难的日子 既不逃向神 也不寻求他 也不恳求他的帮助 不论他们如何托辞 都亏去了神 当得的荣耀 在患难之日 求告我 我就必搭救你 你也荣耀我 意思就是 你在患难之日 求告我的时候 第一 得到应答 第二 使我得荣耀 所以当患难 只是依靠神 你就是在尊荣神 就是让神得荣耀 照着神该受的尊荣 尊敬 去尊在他 当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不求告他 我们不把神当神 所以就等于藐视他 但是当患难的时候 我们赶到自己软弱 去求告他 依靠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照着 我这种软弱的存在 去尊荣 把他摆在神的那个位置 照着他是神 去求告他的 他就收到了该受的 敬拜和尊荣 所以祷告是 是一种敬拜 刚才说最重要的敬拜之一 礼拜神 尊荣神 我们不可否认 神是他们一切福分的创世 万福的全员 万有的本于他 依靠他也归于他 一切的福分都是神的 相反敬千人 就是基督徒 相信 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 没有任何障碍 可以拦住我们 我们顺从神去祷告的时候 什么能够使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神的能力隔绝 什么能使我们的神 不应当我们的祷告 耶和华的膀壁并非缩短 耳朵并非发沉 不能听见 膀壁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乃是因为你们的罪 如同墙 阻隔了 对不对 除了罪以外 上帝的命令和应许 没有什么 当我们遵守 从命令祷告的时候 上帝的膀壁 足够有能力和长度 来拯救我们 上帝的耳朵 足够有够用的听力 能够倾听我们心里面的 哀叹和呼求 他的眼睛够敏锐 检查我们心里的 丝毫的内心的愁苦 他就用他丰盛的大能 恩慈来护必 来拯救 来应答我们 他最喜悦的就是顺从 再也没有什么 比确信 这个确信更能有效地除去 我们心中的疑惑了 相信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 确信神的话 这些疑惑就驱除我的疑惑 有的时候我们过度地看自己 我们就不敢相信 不能相信 怀疑神 上帝可能不能听我这样的 生活的这么低 这个不是鼓励大家生活低 而是对于那些认真信仰生活的人 又看到自己如此软弱的人 让他们从上帝的应许和命令里 获得勇气 确信来顺从神来祷告 而那些对自己的灵性 不打不放在心上 过着散漫松散的自我中心的生活 他需要的是责备和警戒 而不是这个安慰 所以不要乱用 有同样的经文 用错对象 该受责备的人应该责备 该勉励的人要勉励 该扶持的人要扶持 不同的人要下雨 不同的属灵的药 要防对那些哀哭的人 要哀哭 对那些喜乐的人要喜乐 对那些不悔改的人 又要斥责他们 所以不同的人 所以你用在自己身上 也是要对你自己的光景 求上帝光照我 认识自己正确的光景 免得自己该悔改的时候 就像我之前所讲的 上帝的管教是让我们反省自己 悔改 结果我们以为上帝是试炼我 在能忍耐 为着自己的罪 受鞭打能忍耐 那个不是什么可夸的 为了做基督徒 基督的名能忍耐是可夸的 为自己的罪能忍耐 那个没有什么可夸的 这是使徒彼得所说的 彼得签书里面说的 所以应用神的话很重要 正确应用神的话 耶利米也说 求你主 我在你面前祈求 为我们剩下的人 祷告 因华你的神 那些应许的经文呢 使我们坦然无惧的灵 与敬畏 尊从 焦虑不安是相符的 一方面我们 坦然无惧 另一方面又充满了 对神的敬畏 尊从 甚至焦虑不安 这好像看似矛盾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悔改和信心 恐惧战惊和喜乐平安一样 确信 这种娇柔的 求你准我在你面前 这就是不太确信吗 为剩下的民人祷告 西西加也说 或者耶和华 这些敬虔的 西西加也是一个善王 虽然他有他的瑕疵 但是他也不太确信 或者耶和华听我的祷告 对 这个祷告不太确信 但是他还是祷告 这也是信心 求你准我在你面前 为他们祷告 大卫 愿我的祷告如相成立在你面前 愿 祷告了 就是我必相信你的祷告 但是他说愿 他盼望他的祷告 蒙神 愿纳能够达到神的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 如谢晚祭 能够被神愿纳 他带着这样的盼望 但是又不是那么确信 但是又祷告 所以这种不惧怕的灵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同时又带着那种焦虑 不安 这是基督徒里面的两种情感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祷告的第四个原则 第四个法则 就是尽管我们是这样的卑微 恐惧 战兢 甚至忧虑 忧虑 惧怕 很卑微 但是 但是 两种感情 记住 两种感情 一种是这样的 另一种是 仍然可以 应该 应该 充满信心的 确信的 祷告 怀着 蒙神垂听 确实的盼望 就是确实的盼望神 听我祷告 勇敢的 在神的面前祷告 信徒 虽然深信 父神的慈爱 深信父亲 父神的慈爱 欣然的 欣然的 就是坦然无惧的 依靠他的信实 注意这些重要 深信他的慈爱 依靠他的信实 毫不犹豫的 恳求 恳切的寻求 神甘愿提供的 神白白的 乐意的 提供给我们的帮助 然而 他们并不因为 自以为是的安全感 虚假的安全感 自以为是 或者自明得意 而骄傲 自以为是 不被那种 自以为是的安全感 虚假的安全感 不是来自神的 就自明得意 就骄傲 而是攀爬应许之题 他们不是建立在 自己虚妄的安全感 和自信里面 而是仰望神的应许 攀爬应许 只提 比喻 依靠神的应许 所以他们谦卑的 不负在 神的面前去恳求 这就是祷告 这是祷告的 第四个原则 祷告的 祷告